有民众到宜兰罗东的一家越南小吃用餐之后 总计13人出现了上吐下泻以及发烧等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 卫生局接获检举在昨天派员前往警察 发现身熟食味分层管理等缺失勒令停业 要等到复宴合格之后才能够复业 午餐时间原本应该坐满人潮的越式小吃店 店门口却挂上今日公休 因为这家店在15到17号陆续有民众用餐后 出现上吐下泻等症状紧急送医 我们是吃完之后 那个另一家人他是从半夜就开始肚子痛 还有肋骨啊 就是他是觉得整个父母都蛮痛 从早上就开始拉肚子 拉得很严重 我是星期二早上六点的时候开始拉肚子 然后我也是马上去看中医 这位林小姐15号当天 是到店里外带猪肉汤河粉 越南煎饼以及七木瓜沙拉 与家人吃完后 当晚家人先有症状 自己则是隔天早上才拉肚子 消息一出调出不少苦煮 有人说一天拉了20多次 也有民众说跟先生17号晚上 吃了罗东这家食物后 半夜开始上吐下泻忽冷忽热 全身酸痛完全没力气 吃了 还在查不少人是蔬菜还是血脂 宜蘭县卫生局19号接获通报 发现总计有五男八女总共13人 用餐后出现腹泻 呕吐发烧等症状 疑似食物中毒群聚事件 所幸送医后已无大碍 整个现场的机场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环境上的缺失 我们除了开立一些限改的部分 同时我们热令这个业者停业 卫生局也指出发现店家 身手时为分层管理 纱窗未完全遮蔽 食材未落实离地等缺失 均已开立限期改善通知书 因为违规情节严重 先勒令业者停业 复查合格后才可复业 记得张凯婷一咱采访报道